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会有总统套房 而这里的酒店真的是总统下榻的 好吧 总统套房到底什么样子 跟我的镜头一起 Let's go Let's go 那酒店当中呢除了总统套房以外 当然不能少过的就是亲子套房 大家可以听到是不是特别多欢乐的声音 那就是孩子们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房间当中有这么多这么多 哎呦 可爱的这种展示 然后孩子们当然是非常非常喜欢 外边还有小滑梯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而且卫生间当中呢 也当然别有玄机 我们还有这个 专门为宝宝准备的旅行套装 怎么样 travel for cash 当然了说到了美栋别墅的功能性呢 健身房和泳池也自然不能少 而这么大的可以观景的泳池 有见过哪个总统套房里有呢 那这一次呢 来到燕漆湖参观呢 当然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礼遇 就是来走进燕漆塔 因为平时的话 它不是对外的开放 需要一个特别的预约 那今天呢 二叔会带着大家非常的荣幸 我们一起登塔 阿城电梯呢 已经来到了九层的燕漆塔之上 那现在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真的是太酷了 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不但你可以看到湖信岛之美 然后你还可以远眺整个北京城 好吧 这是我的幻想 因为今天天空不作美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 如果今天天气非常不错 风和日丽 这个景象 无以伦比 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这就是在APAC会议当中 各国元首国家领导人所开会的大厅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天空当中的这个吊灯啊 这就是从施华洛士奇定制的 而且它的重量超过三吨 而且包括这些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国家领导人所做的这些座椅 也是根据不同国家领导人的身材加以定制 而对面的那个位置就是西达纳所做的位置了 那还有我们脚下所踩的这张地毯 那它也是吉尼斯世界 那经过一天一晚 在北京燕西湖新岛别墅的入住体验的话 我真的觉得除了在冬季啊 依然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曾经浸染的植被美景 而且啊 我手边的国家领导人开会的会址 然后后方的这种燕西塔 可以鸟看 甚至到北京CBD 还可以环看整个燕西湖 真的是太棒了 而且这里还有美食啊 特别适合家庭 我们还可以选择类似这样的交通方式 这是在燕西湖 好了 真的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我是二叔行则二四元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